哎呀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呀 还有家人们 这个叔叔阿姨 你们能不能答应我都在说喜欢我 来这样你们能不能答应我 如果下次骏哥开直播 你们你们帮我问问他 骏哥喜不喜欢我 好不好 各位姐姐叔叔阿姨们 我不好意思直接问呀 各位姐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答应我好不好 来这样刚刚听到陈欣 觉得陈欣 要答应陈欣的我们打个一好不好 我们小一小一飘起来 各位姐姐叔叔阿姨们 如果你们答应了陈欣 就下次开播 然后你们就问骏哥对我是什么感觉 然后骏哥就会给我说 好不好 各位姐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下次帮我问骏哥好不好 帮我问骏哥好不好 能帮我问的我们打个一好不好 你们就随便问他什么都可以 我们 只有两个哥哥姐姐要帮我问呀 哥哥姐姐 只有三个哥姐帮我问呀 你们能不能帮陈欣 问骏哥他到底对我是什么感觉呀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我不知道啊 我也猜不透骏哥的心 而且骏哥 最近 我最近我好像看到他和一个女生挺那个的挺挺就是他们两个挺挺好的而且我最近经常听到一个女生给他打电话 我想问他所以你们帮我问好不好 往后余生我问骏哥那你们帮我问好不好 都在打小姨吗 来要帮我问的我们把小姨飘起来好不好 现在直播间540个家人们我们把小姨飘起来好不好 各个姐姐叔叔阿姨 都在 人家是工作我也不知道嘛 反正你们 哎呀我不管嘛 反正我对骏哥的心意 我对骏哥的心意 心意的话 你们知道我今天直播间 我就给你们说了嘛 而且 骏哥对我什么样 我不知道 我就希望不过如果骏哥不喜欢我也没关系 我就希望骏哥能开心能快乐 嗯能健健康康的就行了 各个姐姐叔叔阿姨 嗯因为我不奢求太多嘛 我觉得我现在得到的都已经很多很多了 我都不敢奢求太多了各个姐姐叔叔阿姨们 感谢你们感谢直播间560个各个姐姐叔叔阿姨 他如果不喜欢你他干嘛来来找你干嘛来帮你呢 对吗 嗯不是 那个骏哥哥还是姐姐 我就觉得 嗯反正也是这么一个道理 但是他之前就说了 他把我当妹妹 而且是很疼爱的妹妹 嗯他觉得我有困难我就会帮助他 而且他还说我和他的一个妹妹很像 各个姐姐叔叔阿姨 我就想他会不会就把我当妹妹来看呀 各个姐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觉得他是把我当妹妹来看吗 而且嗯他之前就经常叫我 嗯成心妹妹成心妹妹 我不知道嗯到底是说的妹妹还是说的什么 所以我就很纠结呀我内心里面 所以今天我偷偷的给你们开直播 嗯我偷偷的来问一下 嗯你们的意见 让你们来给我一个建议 各个姐姐叔叔阿姨们 因为你们给的建议我都会听的 嗯感谢 谢谢你送出的爱心 谢谢你 谢谢 嗯他还要带你去见他的父母 嗯对呀 但是他说带我去见他的父母 他是以朋友的身份 他说他带他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 去见叔叔阿姨 明天我不知道呀 你们觉得我就是 嗯觉得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去呀 各个姐姐叔叔阿姨 你们觉得我应该去吗 我真的应该去吗 我去我感觉我什么东西都没准备好 而且我这两天 嗯晚上老师睡不好 总觉得心里面忐忑的很 你们觉得我应该去吗 谢谢你们 你们觉得我应不应该去啊 各个姐姐叔叔阿姨 一会儿俊哥 俊哥马上就要来接我了 我估计肯定马上就要来了 因为他好像给我发了消息 应该去都应该去吗 但你们不是 你们不觉得 嗯如果我去的话 嗯如果我去的话 那我会很紧张怎么办 叔叔阿姨 而且我我没有俊哥身旁的女孩长得漂亮 而且也没有他们家里家境好 如果如果我去的话 我怕叔叔阿姨就是不喜欢我 嫌弃我怎么办呀 那个叔叔阿姨们 我怕他爸爸妈妈嫌弃我 应该去应该去 不许是他呀 哎呀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去啊 我觉得嗯 什么都要慢慢开始对不对 而且这样一下就去 我觉得总觉得紧张得很 那万一他爸爸妈妈不喜欢我怎么办 叔叔阿姨 那如果 嗯那我们举个例子嘛 如果我你们的打个比方啊 如果你们的儿子带我回去 就是了解了我这 因为他妈妈 我说会看我直播嘛 嗯也看我们短视频 嗯如果是你们的儿子带我回家 你们会不会喜欢我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说实话 曾经想听真心话 你们会不会喜欢我呀 你们真的会不会喜欢我 嗯喜欢把喜欢打在公屏上好不好 你们真的会喜欢我吗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嗯我就内心忐忑的很 你们是不是会非是喜欢我 还是会很喜欢很喜欢我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你很好 真的吗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嗯都喜欢我吗 都喜欢我吗 而且我觉得都喜欢我吗 如果是你们的儿子带我回来 你们会不会喜欢我呀 叔叔阿姨 你们会不会喜欢我 这个算很喜欢 真的吗 春天的云 那个叔叔阿姨 春天的云阿姨 你会喜欢我吗 真的会很喜欢我吗 哎呀我就内心忐忑的很啊 如果你们很喜欢我的话 我心里面都又感觉 一块大石头都又放下来了一点 但是你们只通过我直播认识我的嘛 叔叔阿姨 喜欢我喜欢我真的喜欢我吗 所有的哥哥姐姐都喜欢我吗 来这样所有喜欢我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你们把喜欢诚心打在公平上好不好 谢谢丽华姐姐的喜欢 谢谢如果的喜欢 谢谢快乐姐姐的太喜欢你 我也很喜欢你们 我也希望你们一直陪着我 感谢你们 感谢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因为在我直播间的都是一些老粉丝 你长得很漂亮 我不觉得我长得漂亮啊 那个叔叔还是阿姨 我觉得我长得一般般吧 因为俊哥经常都夸我漂亮 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好看 他就经常夸我好看 我就觉得我长得一般般 而且我还有点黑哦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我还有一点小黑 我还黑得很 就是做龙活嘛 而且这里连太阳这么大 我做龙活晒的 我做龙活晒的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我喜欢你 真的吗 你们觉得我真的长得很好看吗 没有很好看吧 善良漂亮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喜欢 也谢谢你们黑健康 但是俊哥 我跟你们说嘛 就是我之前和俊哥去吃饭 他带我去吃饭 不是我之前在俊哥公司里面 呃呆了一段时间嘛 然后中途有事情 我回来了 我去俊 我俊哥带我去吃饭 他身边的小姐姐都好漂亮 好漂亮 而且可以用123456 可以用10个字来形容 肤白貌美大长腿 什么都好看 而且我又黑 我又腿又粗 我觉得我哪里都不好看 我在他们边边上都没自信呢 但是俊哥 不过俊哥一直给我鼓励嘛 我就要好一点呢 不然我真的没自信 而且那些小姐姐都对俊哥好好 我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都对他好好 嗯嗯给他买买东西啊 我觉得好好哦 就上一次他生日嘛 本来俊哥生日要给你们直播的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嗯 然后他太忙了就没给你们直播 他生日好多漂亮的姐姐 有好多好看的姐姐来哦 我都觉得好喜欢我一个女生 我都觉得好喜欢他们 曾经很漂亮真的吗 哎呀我就觉得你们 不过你们 因为我你们把我当成你们的女儿 还有你们的孙女嘛 你们就觉得我漂亮 对不对吗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而且今天在我直播间的全是 喜欢我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你很漂亮对自己有信心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夸我 嗯也谢谢你们的鼓励嗯 曾经真的很爱你们 嗯也希望你们一直陪着曾经丫头 好不好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谢谢你们陪着我 嗯谢谢你们爱我 谢谢你们支持我 真的有了你们 我觉得我很 我很有动力 而且我会越来越好的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漂亮嗯 嗯有没有就是嗯都在说我漂亮 但是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 这漂亮的话嗯 俊哥他身边那么多漂亮的女孩 你说他为什么他我就觉得他就对我很好很好呢 他身边应该有他喜欢的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嘛 我觉得他身边有应该有他喜欢的 嗯只不过他们现在还没有公开 应该有他喜欢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我觉得他我善良 我觉得人马善良为本 孝顺为本 对不对 就是在曾经的心里面 第一就是孝顺 一定要孝顺自己的爸爸妈妈 要孝顺自己的爷爷奶奶 来直播间六百个家人们 你们觉得曾经说的对不对 觉得曾经说的对的 我们在公屁上打个对字好不好 第一我觉得就是孝顺 第二我觉得就是善良 一要孝顺自己的爷爷奶奶 二咱们要孝顺自己的爸爸妈妈 对不对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来觉得曾经对的 我们在公屁上打个对好不好 嗯觉得曾经说的对的 我们在公屁上打个对好不好 直播间六百个家人们 我们在公屁上打个对字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人马以善良为本 而且我觉得善良是重中之重 然后是孝顺 一定要孝顺 所以我觉得孝顺好人的话 会有好报道 对不对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觉得曾经说的对的话 我们打个对字好不好 谢谢你们 你们觉得曾经说的对的 我们把对字打在公屁上好不好 让曾经看到 让曾经觉得自己是在做对的事情 而且自己也是有正能量的人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他喜欢你 对对对都在打对吗 那想必在我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嗯也是有孝顺的人 也是善良的人 嗯对吧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陈俊也是个好人 俊哥很好很好对的 对的 不是我是四川的神秘哥哥还是姐姐 我是四川的 希望看到你们在一起 如果我们在一起了 也是你们的功劳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如果我们在一起了 你们会不会一直陪伴我们 嗯到小孩呀 然后到哎呀 现在想想都觉得好遥远呀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希望看到我和俊哥在一起 来直播间 六百五十八个家人们 觉得希望看到我们在一起的 我们打个希望好不好 我们打个希望好不好 希望看到我和俊哥在一起的 我们打个希望好不好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对的嘛 你们是没人 对 嗯希望我们在一起的 我们打个希望好不好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都希望我们在一起吗 都希望我们在一起吗 直播间六百八十个家人们 你们都希望我们在一起吗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都在打一吗 来 希望我们在一起的 我们满屏希望飘起来 满屏小姨飘起来 让我看到 让我有自信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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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起来 小姨飘起来 小姨小姨飘起来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喜欢 谢谢你们的鼓励 我还没吃饭呢 你们吃饭了吗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吃饭了没 现在马上八点了 哎 俊哥来救我 还有二十分钟 马上八点了 希望你们白头到了 哎呀 我也希望 你们希望我们白头到了 我也希望你们一起见证 而且我也希望 在直播间的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能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的 希望你们一家人 幸福美满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还没有来俊哥 对了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我们聊聊其他的吧 你们吃饭了没 你们吃饭了吗 来这样 吃饭了的我们 抠个二好不好 吃了的抠二 没吃的抠一好不好 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吃饭了没 现在马上八点了 吃了的抠二 没吃的抠一好不好 我看有没有和成心一样 现在还没吃饭的 祝你们幸福快乐 谢谢你阿姨姐姐 吃了的抠二 没吃的抠一 成心没吃饭 成心没吃饭 你们吃了没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我看有没有和成心一样 没吃饭的 都吃了吗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有没有没有吃的呀 有没有没有吃的呀 谁是什么意思呀 哥哥 谁是什么意思呀 姐姐 都吃了吗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所有的都吃了吗 全部都在打二吗 有没有没吃的呀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有没有打小一的呀 我看有没有和成心一样 没吃饭的 现在马上八点钟了 没吃饭的 应该占少数了吧 应该都吃了饭吧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君哥一会儿要来接我 我还不知道 一会儿该怎么去呢 他说他今天晚上 就要把我接到 和叔叔阿姨一起吃饭 我不知道我去不去啊 我再纠结一下 不过你们都同意我去 你们都同意我去 对吧 来这样 我再最后确认一下 现在直播间那么多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 你们最后确认一下 你们同不同意 曾心去和君哥家里面吃饭 你们同不同意 同意的我们打个 三好不好 同意的我们打个三 三飘在公民上 不同意的我们打个二 好不好 同意的我们打三 不同意的我们打二 我看有多少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同意的 如果同意的话 都在打三吗 其实我内心 不想那个的 都在打三吗 你们都在打三的话 曾心就听你们的 如果都在打三的话 如果所有的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 都在打三的话 曾心就听你们的 好不好 全部都在打三吗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全部都说要去吗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我要去吗 都在打三 我去不去呀 全部都在打三 那弄得我好为难呀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我又想 但是我又要听你们的呀 都在打三 这个郭茂徽 哥哥打了三 道立明打了三 开心每一天打了三 安丽姐姐打了三 哥哥哥打了三 阿爸哥哥打了三 所有的哥哥姐姐都在打三 那我就听你们的 一会儿 不过一会儿 俊哥来 我先问他 我先给他 说一下我的心意 因为我觉得 不能随随便便去 别的男孩家里面吃饭 你们觉得对不对 不能随便的去 我要 就是要弄明白 我们两个 我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 然后让他 一会儿让他的爸爸妈妈 就是 以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 给我两个说话 或者是怎么样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你们觉得 曾经的想法 对不对 我先给俊哥表明 我的心意 你们觉得对不对 对的话 我们打个加油 好不好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来讲直播间 七百多个家人们 我们再公平 给曾经打个加油 好不好 哎呀 曾经好纠结啊 再给曾经打一波加油 好不好 让曾经有信心 有力量 有 有 有 动力 然后 有自信 去给俊哥说 然后去问俊哥 让曾经也勇敢一次 好不好 这一次换曾经先勇敢 觉得可以的 给曾经打个加油 在公平上 好不好 直播间七百六十个家人们 我们打个加油 在公平上 好不好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打的加油 嗯 都在打加油吗 哥姐叔叔阿姨 喜欢你才叫你去 但是他说是以朋友的身份 是以朋友朋友的身份去 都在打加油吗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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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随缘相信自己 对我很相信俊哥的 因为俊哥相当于是我的守护神一样 我觉得 都在打加油吗 加油 还有没有哥哥姐姐给曾经加油的呀 这么多哥哥姐姐给曾经加油 都在打加油吗 都让我勇敢一点 然后去给俊哥 就是表明表明自己的心意吗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加油 他很爱你 哎呀 我其实说到这些话 我都有点害羞的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因为我把你们当成自己家的人 嗯 我才有勇气说出这些话的 其实我平时话很少的 而且我 我有一点内向 我其实话不多的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他很爱你 嗯 他很爱你 我听到这句话 我都觉得好开心呀 他说爱你 他没说 他给你们 哎 他给你们说过吗 之前我们 他开直播拿着手机的时候 他给你们说没说过 他对我什么感觉呀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他 他 他给你们说没说过 就是对我是什么感觉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呀 因为有时候 他会把手机 偷偷的拿着说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呀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他说什么呀 他给你们说过 对我的心意了没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说没说过 说没说过 真的吗 只有一个哥哥 还是姐姐说的吗 还有说没说其他的呀 说没说不喜欢我 或者是喜欢我之类的话语呀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你们告诉告诉我 就是他之前直播的时候 说没说过 就是对我是什么感觉 然后想让想想我们怎么样去去去去发展 他说没说过这些话呀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他说过吗 他说过吗 因为他给你们说 陈欣你的量跟别人不一样 他很爱你 他说过这句话吗 他真的说过吗 你的量跟别人不一样 陈欣你的量跟别人不一样 真的吗 他很爱你 哎呀我不知道 我就是不明确 我也不确定呀 因为我平时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 我是一个很慢热的人 不是比较慢热的人 哎呀 我就觉得 如果他没说过 哎呀爱你 我不知道 我相信缘分 哎不过 我和俊哥的缘分挺奇妙的 你们知道 我第一节 因为他平时也爱 拿着手机 到处到处拍嘛 平时 平时 他就来爱拿着手机 到处到处拍 他那天和我相遇 你们 你们知不知道 来家 我考你们一个问题呀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我和俊哥第一次相遇的时候 我怎么说呢 我和俊哥第一次相遇 就是第一节的时候 你们知不知道 我们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呀 他说他父母 对 他没有 他只说他父母想见我 来 有没有知道 我们是如何相遇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现在直播间 六百八十六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有没有知道 在我和俊哥是怎样相遇的 就是第一节 不知道的 你们可以看看我们的第一节哟 就是我们是怎么相遇的 然后到现在 我们两个是怎么成为朋友的 都有 又他很爱 俊哥很爱记录生活 而且他又很爱拿着手机 到处拍 外姐姐 撞车 哇 你都知道呀 看到你真的是我的老粉丝 快了 哥哥 你也知道 都知道吗 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 所有的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都知道吗 谢谢你 外姐姐 我知道我们两个 不过俊哥真的很善良 我妈俊哥 他做了好多好事 我在直播间 不方便给你们说 我在直播间 不方便给你们说 因为他做了很多很多好事情 而且他很正能量的一个人 所以我都觉得 俊哥好好直播间的 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们 俊哥 俊哥给我发消息了 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们 我看一下 俊哥给我发消息了 他好像马上要到了 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们 那你们答应我 我给你们说的这些 那这样 直播间那么多 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们 你们能不能答应 澄清 就是今天给你们说的秘密 你们不能告诉俊哥 来答应澄清的 我们打个二在公平上 好不好 飘二 只能飘二哟 你们要答应澄清哟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咱们飘个二在公平上 好不好 因为澄清把你们当家人 所以澄清给你们说的话 还有问你们的问题 你们要那个 都在打二二字 给我飘在公平上 好不好 谢谢你们 都不许 那到时候不许 不许给俊哥说哟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 都不要给俊哥说 好不好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咱们都不说 这是我们的秘密 好不好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我们也有小秘密了 我很开心 都在打二好不好 直播间那么多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咱们把二票在公平上 直播间那么多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让澄清知道 你们不会给俊哥说 哎呀 你们把二票在公平上 嘛 叔叔阿姨 你们别给俊哥说 好不好 你们答应 成心 因为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好不好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谢谢网后余生 谢谢快乐 谢谢英姐 谢谢杏子哥哥哥 谢谢杏子哥哥 谢谢郭叔叔 谢谢开心 每一天 姐姐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俊哥要来了 好像 那 二二都在打 那 那你们答应了 成心了 那以后 就不要给俊哥说 好不好 不然成心 会不好意思的 那 成心 一会儿不知道 俊哥 要不要给你们 说说话呀 嗯 成心 就要 下播了 因为俊哥 叫我 收拾一下 我还是收拾一下 把今天晚上 应该 俊哥 会来接我 然后我今天晚上 我请俊哥 吃饭 然后我们再 说明天的事情吧 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 好不好 那 我就先下播了 嗯 感谢你们的陪伴 谢谢你们 每个成心点 关注的 咱们 把关注点起来 每加入 粉丝团的 我们 加入粉丝团 成为 成心丫头的 娘家人 好不好 拜拜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们 谢谢你们 希望你们 健康 快乐 平安 幸福 谢谢你们 拜拜